两个版本的无敌怪兽所相比谁强谁弱 众所周知 无敌怪兽分为上下两个部份 一边是天才威的一代无敌怪兽 大狼狗 一边是天才威的超级无敌怪兽 八爪鱼 而这两个无敌怪兽 都是各自有着自己的亮点 那么这两个放在一起想比较 究竟谁能更胜一筹 或者能够更为准确地知道两者之间的差距 所以男神就从双方的身体素质 技能方面 战斗力三点来进行对比 看看谁才能称得上真正的无敌怪兽 首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像什么太失忆 可以给操控者足够的空间指挥怪兽 霹雳触手 攻击可以增值多个触手攻击敌人 人类动作模仿操控者摆的姿势 会被传导到超级无敌怪兽之上 无敌触手串串烧 可以伸出触手攻击敌人 超级无敌变形 可以变成老鹰和牢 超级无敌激活 可以激活任何物品 使其陷入疯狂 激光波 可以发射强大激光攻击对方 自我修复受伤后一段时间 会通过晶圆的能力 不自动愈合 昏噬 可将一切物品直接抓取 由口中进入体内 反噬 晶圆能量无法承受时 可将操控者吸入体内 获取记忆 而初代无敌怪兽这边的话 最终必杀 无敌怪兽 横空飞起 展开身上的光翼 做出向下衝动作 然后垂击地面 霹雳响尾 保充后踢 蒙收力量 以及超强升波 光是拿两者之间的技能对比 初代无敌怪兽 就不是超级无敌怪兽的对手 不过 为了更为精确的比较 我们就来对比一下 两者之间的战力值 要知道 这一代无敌怪兽 虽然强悍 但杀伤力以及破坏力 却是远远不够 毕竟从初代诞生以来 根本就没有严重的破坏 狗熊领的生态环境 并且对于强哥等人的 威胁程度来说 根本就不值一提 而超级无敌怪兽 则是属于战斗力 比较强悍的存在 就连强哥几人 面对超级无敌怪兽的时候 都能感受到 满满的压迫感 而且光拿狗熊领 所破坏的程度来说 明显就是 超级无敌怪兽 更胜一球 更为夸张的一点 实则就是 超级无敌怪兽的杀伤力 对于几人来说 完全就是无法阻挡的 一直到最后的时候 还是光头强 以死活动 最终才勉强消灭了 超级无敌怪兽 所以由此看来 一代无敌怪兽 本来就不是 超级无敌怪兽的对手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关注男神加点赞 来观看更多精彩内容